今年金推奖全国共有270家农会参加 历经5个月的评选 透过公平有效的评鉴机制 由37位的产官学评鉴委员 而组成的评鉴小组 就各单位送审资料进行书面审查 结果经过初审复审等阶段 办理22场次的现场访试 终于评选出6家具有优等 即特殊贡献的单位 而台东县池上香农会 很荣幸的获得这个奖项 然后所设立的 那这个的部分 现在我这金推奖 就是说我们在乡镇农会里面 所这个原体的计划 所推展的这样一个计划的部分 包括农事事件家政外加一个休闲 这样一个区块 有原体这样的计划 在我们的乡内 实际上所推展 包括实际上所运用在农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上的部分的成效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评 那台湾全省呢 大概差不多270间 这些农会 都有在做农业的这个提供 那那农业这个提供的部分 那后来这怎么考核 这就是说自己本身要先做制品 制品完了之后 把书面的资料 送去给农委会 农委会评价30几个这些专家的部分 经过这些层层观察 来做深渣 深渣率后 深渣率后 再来进入到我们复评 现场的考评 实际 你去推广 真的有做得好吗 金推奖的举行 就是要鼓励肯定在第一线农业推广工作人员的辛劳跟成就 并且发掘绩效表扬 卓越的农会 能够得到第三届的金推奖 实至名归 以上有记者温哥的报道